台北股市吃了大力丸 天天漲 外資也持續來做買超 此時此刻這個時候 你務必要懂得飆出來的股票 唯一只有外資完成底部吃貨的股票 它才有續牆的力道 這個時間點是個關鍵的時刻 因為大盤未來還有一個新的亮點 你要在那個新的亮點完全浮現之前 好好的選對股票 好好的在這個時間點 建置好標股的卡位 今天的節目內容非常重要哦 歡迎收看標股空盤數 我是陳俊遠Jerry 讓我帶你掌握標股節奏 與法人大戶同步布局 好台北股市真的好強哦 這個時間點怎麼辦 前面那個破底的過程 10月底 11月初那個時候你沒有買 現在來講的話好像天天漲 外資從原本14年賣忽然之間轉性了 當然就可以不用再去跟大家強調哦 台幣我們怎麼解析的 現在這個時間點 你只要抓住這個新轉折 眼前此時此刻 買對股票才重要啦 好不好那來 我相信我的所有忠實觀眾們都會知道 當整個大盤跌破前波低一點 那個時候台幣還在貶值的時候 我們就聊到了 台北股市它是以盤代跌洗底的過程 所以這個時間點 你只要在台北股市洗底的過程 卡衛星主流 你自然而然就可以去參與到 現在當時候講未來軋空秀 當時候講的未來 當然就是現在的軋空秀 我相信當時候來講 有看我節目的投資朋友 這個觀念建立起來 你自然而然會知道 大盤底盤代跌 雖然跌破前低 那個時候你懂得去抓主流股 我們已經告訴大家了 外資賣潮給你看 它偷偷底部吃貨的股票 未來會變主流 你掌握住這個關鍵 你自然而然可以在這個時間點 參與到軋空秀 這個是10月下旬10月底 台北股市很不好的時候 我們不斷跟他強調的 當然我相信就是說破底那一天 我們在節目上直接畫給大家看 破底完之後會直接 做一個反向軋空 新轉折 節目的標題我們都跟大家聊到了 現在行情的走勢 摊開大盤日線圖 完全就是符合 我們在大盤破底 10月31號那一天 所跟大家聊的 那你可以發現 這個快要接近了 對吧 我畫這個箭頭上來 快要接近了對不對 很多人現在擔心 會覺得說 老師我如果前面沒有買 現在這個時間點跳進去買 忽然之間遇到那個 像買完之後 像前面這一邊掉下來怎麼辦 不用想那麼多 買對股票 你自然而然可以不用去擔心大盤 10月底 行情破底的過程 我們不是在這一邊告訴大家 很多的股票 安國就是代表做 安國我是在最近跟大家聊的 安國是大盤這邊破底的時候 就跟他聊的股票 我相信照例那一輛股票 在大盤這邊上衝下血的過程 我們也是在這一邊跟大家來做分享 現在這些股票 他都已經走完一段的主升段了 你現在不是在去追他 因為最近來講我做個股的快篩 很多投資朋友還在問老師安國 能不能買 我說你千萬不要再去追了 我節目講很多次 當然另外一檔系統 我這邊待會我跟他來聊 台北股市未來有一個亮點 我們昨天就有跟大家稍微再去談一下 依照過去10年外資 玩台北股市控盤的習性 現在這個時間點 你不要去理大盤 啊 漲夠了沒 啊大盤這一邊回跌了怎麼辦 不用去思考這一些 大盤漲跌 你現在來講歸納出一個重點 外資接下來要替我們台北股市的大盤 季線要重新拉到翻揚 這個概念我們昨天有稍微談到 今天的節目尾聲會再跟大家來聊 為什麼會這樣好不好 那過去10年慣性 我講很多次10年慣性 針對我YouTube頻道 我相信我剛剛所聊的重點 包含個股 你只要訂閱按讚分享開啟小鈴鐺 當下的第一時間就追蹤我們節目內容 你現在都會覺得 啊真的如覺老師所講的 當然這個時間點 你看節目有加入我的Light 小拉鼠Z178 你跟我的資訊是同步的 那我相信我們在 禮拜一 節目上特別跟大家聊 接下來你要注意什麼 好因為我相信這個禮拜慢慢的 你就要開始遇到光棍節 雙11的光棍節 那其實我這以上機來說 它是一個購物節 那購物節之後呢 你慢慢的又要遇到什麼 歐美那邊的聖誕節 聖誕節過後呢 哎呀集團作帳 集團的年底作帳 所以一波接一波的行情 你現在來講的話絕對 不要怕大盤跌 我們禮拜一跟大家去聊 因為那個時候是禮拜一 我的Light的內容盤中 我就告訴你 聯電集團標股進出 大家你都知道系統 2363系統 因為它後面踩到AI的概念 股價翻漲了超過150% 智原也是一樣 今年主升段 有120%以上的表現 聯陽也是今年 出現過股價翻倍的股票 它是從年初開始算 我們就有聊到 你如果有發現 哎呦大牛股聯勇 他也是從10月31號開始動 我們就有聊到 連大牛股在大盤破底的那一天 他居然開始動 那代表什麼 你如果被大盤破底下斧住 你現在這個時間點你就知道 啊 這麼樣一個這麼大的新轉折 你就錯過了 好 禮拜一同一天的盤中 我們有特別聊到嗎 你一定是加入我的Light 懂得在我Light這一邊找到重點 我盤中會發福利給你 好 那個節目跟你講的是上半段 你有加入我Light的投資朋友 你把手機拿出來 那一天盤中的訊息 我們告訴大家聯電集團 還有兩檔股票趴在那邊 積極很低一檔 3227的原相 那個時候來講 我們就特別跟大家聊到 第四季什麼 拉高他的車用營收的佔比 我相信車用族群我就不用介紹了 9月10月台幣在貶值 那個時候我們就不斷在節目上強調 台幣貶值直接收貨的族群是什麼 車用族群 那個時候沒有漲的原相 你如果有發現 外資那個時候 他股價沒有漲 外資是同步底部偷偷在吃貨 我不曉得你有沒有觀察到這件事情 因為今天原相爆發出來了 另外聯電集團還有另外一檔評價股 這檔評價股我們上面寫得非常清楚 接下來進入11月了 你錯過那個新轉折 大盤破底10月份你不敢買 你錯過你現在這個時間點 就要找那種有落後補漲的 然後慢慢銜接購物節效應 銜接聖誕節消費性電子 後面還有什麼 集團作帳 我們一定告訴大家 所以這個時間點來講 你覺得我還會不會去看系統 不會 我會不會帶會員再把資源買回來 不必 資源他主增段我賺了126% 所有忠實觀眾都知道 聯陽這檔股票 我們已經賺過他第一波了 所以後續來講 大鳥股這個我們會員沒有 那麼有錢 每一檔聯電集團都給他買到 不可能的事情 我們後面鎖定的是這個 落後補漲 後面最後面集團作帳的效應 好不好 那你就不用問我鴻海集團 不要問鴻海集團 好吧我這邊就先聊 因為太多人會問我 那因為個股快篩的原因 那我就直接講重點 鴻海集團就可能就是先掠過 好不好 好那當然原相今天 如果特別有鎖定的投資朋友 你有沒有發現 我們上個禮拜在這一邊告訴大家 我的Light會放福利 你有跟上的人原相 你是不是可以體驗到 今天雖然最後沒有鎖漲停 但是你可以發現他是突破 三個月的股價區間 這個叫低基期的輪動 聯電集團的股票說穿了 他是其中一檔趴在地上 今年根本沒漲過的股票 我都可以放福利給你 當然我這一面來講換股的會員 AI股這一邊 資金轉換的會員 當然一定會有人來做卡位 包含了我們前面跟他聊的 那一些的創新高的股票 當然也會有人做獲利了結換股 這個時間點我希望 我們在節目上跟大家聊的重點 我是付諸執行的 我Light這一邊我答應你會放福利 我就會放福利 禮拜一跟今天短短怎麼樣 相隔兩天不到三天 好不好那另外一檔的評價股 當然啦我已經提供給你了 買點你要自己找 他合適的買點 當然這個時間點 我要去抓這檔股票的時候 我就會帶會員換股進場 好不好特別留意 好那我相信 我們的節目跟大家聊了一段時間 外資底部吃貨 接下來進入11月份到年底之前 他會幹嘛 不斷的去做加碼的動作 原相今天為什麼可以拉漲停 你把外資的這個持股部位把他抓出來啊 45度角往上走這個趨勢線啊 前面我們講安國嘛 前面我們跟大家去強調消費性電子 有一檔大鳥股叫升加電子 一樣都出現這個傾向嘛 今天你看到原相拉漲停 你有沒有回想到 最好是前面兩個禮拜跟你教什麼 跟大家提醒什麼 外資的持股趨勢線往上拉啊 當你看到股價拉漲停了 對市場就有一個理由 跟他解釋 哎為什麼原相會創新高 來不及了 我這邊特別跟大家來做分享 針對聯電集團的股票 那我們這邊特別跟大家聊一下 聯電集團的股票好不好 因為畢竟我們禮拜一的時候 有特別把他點出來 那很多人會非常有興趣的系統來 原相剛剛我們看到嘛對不對 因為那個外資這一邊來講的話 拉高持股比重 複製的是安國升加電子 還有前面我們跟他介紹過的標股嘛 大家你可以發現很多人會想問的系統 3秒鐘的時間 你可以看到不一樣的地方是什麼 外資在幹什麼 你為什麼要到股價翻倍了 你還要去買系統呢 很多人留言給我 買在五字頭的 前一個禮拜 上個禮拜 我帶了一些新轉進來的會員 我處理他手中的持股系統就是賣60 上個禮拜好幾個新加入的會員在做換股的會員系統是掛60塊賣 但我沒想到 這個禮拜今天禮拜三第三天 忽然之間連續幾天下來好幾位新的網友還在問系統 所以我這邊公開跟大家聊為什麼前面我會要 那個新進來的要做換股的會員系統我掛60塊 為什麼 外資是第一個禮拜嗎 第一天嗎 沒有他已經這個禮拜已經是第二個禮拜了 好不好 這個動作跟前面的AI股 比如說廣達 比如說技嘉 比如說那一個時候 我8月份預告漲停板預告說要賣的偽創 今天我會跟大家聊一下AI股 好不好 那當然不是落井下石 我要告訴大家現在這個時間點 你資金要放在什麼地方 對你來講的話才真的可以去 真的參與到年底最後面那一段的大行情 好不好 那很多人也會問的那一個致遠 致遠你可以看得到這一檔股票 外資有沒有賣 其實外資是維持鎖碼的 但這一檔股票我不會碰 原因是什麼 我會一直聊說原因是什麼 因為他現在洗的位置 他這一邊震盪的位置是 致遠的大戶關鍵價 等於說在致遠的大戶關鍵價這一邊 外資並沒有大幅度的加碼 另外一個投信在做提款 然後另外一個很重要 AI股 主生段已經過了 我們跟大家聊 致遠 我就已經強調 他前面這一段主生段的漲幅是因為AI 所以那今年的主生段說穿了也已經過了 所以這個時間點來講的話 雖然外資還沒有砍殺致遠 但是我不會再把股票放在這個地方 大家你可以回想一下多久的時間 從8月9月10月現在11月了 前面三個月過去了 致遠的股價就是在這裡 這裡是他的大戶關鍵價 等於說外資在這一邊 沒有持續的在飆高拉高他持股比重 然後另外投信在砍 那代表什麼 隨時隨地如果 外資要做換股 致遠會被做提款 因為他是主生段過的股票 他今年的主生段我賺了126% 我怎麼不會知道 好不好 特別留意 這邊來講的話 針對很多投資朋友在我那個快篩的過程 個股快篩的過程 都會跟我做一些的提問這樣子 3014聯陽這一檔股票 我相信我的 壯實觀眾們 不會覺得陌生 這檔股票走完了沒 說穿了還有最後面一段 你可以看得到 這一檔股票我會做他的原因是什麼 是會用族群 台幣貶值他其實是受惠的股票之一 那你可以看得到外資在這一邊 沿著十周均線往上走 前面的都有破十周均線有沒有 聯陽有沒有 沒有 那這一檔股票還有最後面一段 挑戰前波高潛的那個機會 所以聯陽已經進入最後面的尾聲了 末段了 大牛股底部翻起來 聯勇為什麼 大家可以發現到破底之後 從9月外資開始什麼樣 資金轉到這一邊來 慢慢的11月份開始大牛股有所表現 他十周均線已經什麼 站穩打底 兩個月了 外資底部吃貨兩個月了 所以你去抱著AI股 也許你會死報的資源 你就會資源 因為老師看起來有希望 或者是你會覺得 老師那個偽創 因業達 因外資在昨天 買超排行榜前幾名 我會說你不如去把資金集中在這一檔 3034聯勇 你如果要一定要抱AI股的話 好不好 特別有意 大家比較過 為什麼我會跟大家 那個分享 原相 為什麼 前面都漲過啦 今年表現是趴在地上的 連大牛股連勇都先動了 原相怎麼可能不會動 而且他從9月 外資就開始底部加碼 吃貨到現在 這個就是 你現在這個時間點 務必 選股的過程當中 不可以忽略的 來 我們已經告訴大家這個時間點 你資金要放在對的地方 你才可以真實的卡位到外資這一波 針對台北股市的軋空秀 好不好 來 所以 外資底部吃貨的股票 他現在是萬能的 老師你好誇張 我說萬能的原因是什麼 你如果抓到這一波消費性電子 外資底部吃貨的股票 他可以歷經什麼 第一個 雙11的購物節 雙11的購物節完之後 還有聖誕節的一個 電子旺季的效應 所以後面 如果他是集團個股 還會有最後 年底最後一波 2023年最後一波 叫做集團做當的效應 所以外資現在底部完成吃貨的股票 他是不是萬能的 你可以從現在一路的到年底萬能 而且到總統大選之前 他都還有機會 你知道嗎 所以現在要抓出來 外資底部吃貨的股票 他是你的重點 因為他是萬能的 一波機一波 用不完的題材 好不好 所以這個時間點來講的話 你如果手中AI股 因為大家你會看得到 AI股有時候好強 有時候又弱下來了 那尤其是昨天 外資針對偽創 買超paramon前幾名 音業達買超paramon前幾名 廣達拉起來的 對 我要提醒你 AI股 莫忘8月拉高逃命的那一波 那台北股市的亮點 季線重新翻揚 現在還沒出現 所以你要把資金先放在對的股票身上 等到大盤季線翻揚起來了 你就完全參與到今年最大段的那一段的軋空秀了 切記務必留意很重要 所以我聊到現在來講的話 是你大選之前最後衝刺的階段了 你找得到主升段的標股 他就可以幫助你的財富翻出主升段 好不好很重要 來安國 很多人在問 老師安國還可不可以買 我說不能買了 我講的很實際 我不是想說透過安國 這邊來講要賺安國一起來 沒有 因為這檔股票我真的已經在鎖定 獲利賣出的點位了 我們已經要鎖定他把人的籌碼變化了 隨時隨地 只要外資這一邊籌碼面沒有再看到積極的做拉高持股 我們就要什麼樣 逢高獲利了結了 因為這一檔股票是10月初 我們在節目上開牌亮相的股票 而且當時候我們跟大家聊的是 外資完成底部失貨 而且破線甩膠的複製形態 我們都重播過 不只月初 月中到10月的下旬 我們都跟大家聊 第一段走完這邊震盪是要走第二段 還沒噴到60塊 還沒噴到50塊 我就已經畫一個箭頭上去告訴你第二段 你有看到這個重播畫面的我們也播了兩次 所以這個時間點來講的話我們還是要重複提醒不要再想安國 你要想怎麼來複製安國這樣的標股 我現在要帶新會員卡位的就是能夠複製這樣的走勢的股票 你應該要思考的是能不能跟上那個新股票的卡位 安國這個時間點我的持股會員獲利可以超過6成的 閉著眼睛賣都可以超過6成獲利的 我相信剛剛那個畫面的解讀你大概就可以抓時間 我們沒有板在最低點 外資完成底部失貨的時候我們完成卡位 我們跟進來卡位後面震盪整理慢慢的出來 我們開牌亮相 後面這一段你覺得 願意跟著我來操作的人 他當然就有機會可以享受到 你看到我10月底 10月底已經是連續漲停板出來了 你才知道原來他是要入股新核半導體 太晚了股價還漲一段了 我這邊已經強調過 因為我們其實前兩個禮拜就已經聊過了 安國你買在50幾塊的要能夠熬得住 那你如果熬不住 我剛好又遇到拉高我們已經賣你又不知道 那真的我不能保護你 好不好我沒有辦法幫助到你 外資在底部吃貨的股票 10月的下旬那個時候中旬 我們就聊到了有一檔股價叫群光 第二段的公式 上面跟安國重播畫面一樣 我們都是寫1 2標記出來 股價我寫完2之後後面來講 你懂得來卡位 自然而然可以想像到 眼前這一個11月份創新到了這一段 群光我相信你看到那股價 跳空漲起來的時候你已經知道了 他全年獲利可以挑戰一個股本 不好意思 但是他已經跳空起來了 你現在思考的是 這一些股票他其實都複製安國那種操作模式的 安國我們在卡位 外資在底部吃貨的時候就長這種死樣子 你看到這個起來之後你才要買才要追的時候 其實都已經是幫外資抬轎了 所以我希望說這個時間點 你務必要懂得 我們剛才也聊到 你現在操作的題材是什麼 市場他會不斷不斷的出新聞 出那個利多出來炒作 雙11的購物節 聖誕節的電子旺季 集團的作帳效應 一連三波段好不好切記 那加幫這檔股票 11月初這個已經是我們11月3號 那個時候已經在去強調10月 所去跟大家聊到的內容了 因為這檔股票是外資底部吃貨的股票 10月份我們講11月3號11月初 我們再次的強調要拉第二波段對不對 上面見頭都畫給你看了對不對 現在你可以看得到是不是享受到這一段 我們買股票的時候都是這種死樣子 跟安國一樣 好不好那你在看到 哇股票創新高了 昨天是差一些些漲停板 但是你會看到利多放出來了 很多人跳進去了 反而股價開始震了 你要怎麼賣 跟安國一樣你追在50塊以上的 群電這一檔股票也是一樣 我們全部都是相同概念 大家也可以看得到 我們在節目上完完全全無私的告訴大家 外資已經完成底部吃貨了 當時候來講的話股價還在震盪整理 我相信說這一段行情起來也是一樣 跳空上來的 第三季 三綠三升 阿毛利率 營業利益 歷史新高 對股價已經噴起來了 你要怎麼追 我們成本在107塊 你現在買130 差多多 一張要差將近3萬了 你能不能想說 下一檔可以複製安國群電跟它相同 都是底部外資吃貨 然後後面會噴起來的股票 因為會噴起來是外資有做加碼 那股價開始震盪 就是外資逢高就做調遣 就這麼簡單 所以我們已經在上個月 就已經跟他聊到 10月份那個時候 我相信因為大盤表現不好 而且還破前低 很多人會聽不下去 因為會害怕 我可以理解 但是現在這個時間裡 你可以看得到 行情已經完全驗證 局老師的分享 我的解析你看到了 軋空秀是什麼 現在不是軋空秀 不然是什麼 連續漲6天 多久的行情台北股市沒有讓你看過 連續漲6天了 至少三個半月有吧 所以這個時間點你要知道 既然我們都把行情完全驗證了 而且當說大盤弱的時候 大盤破底的時候 我們在節目上 就已經跟大家分享了會員持股 現在一檔接一檔在創新高 你覺得我這個時間裡 有沒有能力找到 下一檔複製的股票 那個時候大盤破底 我已經告訴大家這一些股票了 大盤破底的時候 我跟大家聊的股票 現在可以噴出去創新高 那現在大盤更好了 我有沒有資格告訴你 我可以抓到下一波新的股票 特別留意 唯一只有一個很重要的觀念 很多人不曉得現在你要操作主升段 然後很多人也不曉得 現在來講主升段的股票怎麼來抓 所以很多人卡在就是說 他非得要等到 哇股票漲停板利多放出來了 他才要跳進去買 所以很多人那個系統會追在五字頭 安國買在五字頭 原因就是這樣 那我不是要落井下石 我要提醒你 股價它本來就有一個 法人合理的成本價位的那個區塊 你過了那個成本區塊 漲幅越來越擴大 風險也會增加 這也是為什麼很多人會看到利多出來 外資那個放消息目標價提高 然後讓你進去買 完之後開始震盪漲不上去 然後讓它回 我希望把過去的錯誤改掉 這個時間點到明年總統大選之前 你自然有錢可以賺 我希望這個時間點你既然錯過了10月份 那個絕佳部署的機會 當然現在這個時間點我已經告訴你 還有很多趴在地上的鑽石股讓你減 雙11的這個購物節 倒數三天 3加1我加碼送 你想要掌握住的投資朋友 尤其你現在手中有AI股的 我會一起加給你 因為你手中有AI股我幫你處理 我看在你還要資金轉換這個地方 好我把購物節這個加碼送的優惠 我直接送給你 但是你務必要在這三天好好掌握 不要再看了 想想一下10月份那個時候多好買 大盤是直接打下來塞跟長黑 然後你只要不要怕進去 跟著我進去做一個卡位 現在很多股票都直接往上去做飆升 我們已經聊過 只要那個時候你不死爆的大型的權重股 只要那個時候你不死爆的AI股 你都有機會 現在11月份才幾天 你可以看得到啊 完完全全跟10月份是從地獄爬到凡間 又直接升到天堂 那你現在這個時間點 老師那我如果在天堂這一邊追了 會不會直接下地獄 我們已經聊到了 最壞的階段已經過了 台幣已經回升了 想想我們已經聊到了喔 10月份是末跌段啊 現在外資五連買 你是不是要好好思考一下 外資五連買 你看到那個買超排行榜的股票 你買就對了 不是 要有底部吃貨的跡象 底部吃貨然後那一檔股票 基期要對 主升段已經過的 外資買超你要小心是陷阱 特別留意不要忘記 AI股 偽創在8月中旬的時候 有拉過漲停板 好不好 這個教訓你一定要記得 所以後續這個時間點 誰會是進入主升段的黑馬股 我會在Lite這邊持續來做分享 我希望你這個時間點要懂得 我可以在Lite這邊分享股票給你 OK的沒有問題 我不怕你賺 有本事我們大家一起來賺 但是這個時間點我分享股票給你 你要懂得去抓買點 很多人是在那個一定要大盤漲 然後股價漲起來他才敢買 錯不行 跟著我的操作你可以看得到 我釋放出來的黑馬股怎麼來買 謝忌 法人說的算 你要去找到那個外資有底部吃貨的才算數 外資底部沒吃貨的不算數 好不好來 AI股很強 很多人會抱持的期待 尤其是今天來講的話 有一些人會問老師偽創 很多人說偽創很強 老師偽創怎麼辦 來 我想想因為這個也是新聞媒體 直接在這個禮拜都有討論的 那我相信大家你在網路上 都可以看到一些的說法 我們只聊到大家一件事情 因為我們選股就是這麼來的 可以賺到安國 可以賺到群電 可以去賺到群光 可以去抓到原相 原因是什麼 就外資底部有沒有吃貨 外資完成底部吃貨有沒有加碼動作 前面外資有沒有買超過偽創 有啊 10月份也有啊 當然你可以看得到啊 外資買超之後股價有沒有噴 而且那個時候還破底 破100塊之後的偽創 他之前就是外資這一波有買超啊 後面股價破100塊 你現在來講的話 最近看到外資有買超 對請問一下 你要看的是持股趨勢線啊 外資這一條的持股趨勢線 有沒有往上翻了 有沒有往上翻 沒有啊 所以AI股的部分你要特別留意 這個是很大的一個陷阱 如果你記得的話8月中旬的時候 那個時候來講的話 偽創有曾經拉過漲停板 就在這裡啊 這一根紅棒啊 那個時候漲停板的偽創是幹嘛 外資是幹嘛 所以我們才說拉高逃命啊 才會有這一段 才逃過這一段啊 很多人在8月份 9月份那個時候 跟著我一起來做換股 即時的逃命 那個時候偽創很多人漲停板的時候 130那個時候不願意賣 相信我的人早就已經換股 根本三個月前早就已經解決 手中沒有AI股的問題了 特別留意 那我們聊到偽創這一邊來講的話 我們已經在前面幾個禮拜跟他交過 以十日線來做自救 回到十日線橫盤整理 你把日K線抓出來 沿著十日線橫盤整理 今天是不是突破第一天 今天是不是突破第一天 但等於換句話講 你接下來講的話 這個禮拜五之前 你要抓賣點 你可以再把這一條季線上方這一邊 你把它當賣點可不可以 因為他的季線一直往下壓 往下壓 這個時間點來講 偽創你反而要懂得去抓賣點 因為這一邊來講 橫盤今天是突破第一天 我們交過突破完幹嘛 三天要賣啊 收回資金啊 好不好 這邊來講的話 我相信啊 音樂達也是啦 那音樂達的股價 可能就沒有像偽創那麼好了 大家可以看到 橫盤整理 他現在來講的話 要等去突破 可能還要一段時間 所以他這一邊外資的 買超排行榜前幾名 先不要緊張 不要以為AI股這一邊 你可以跳進去抄底 千萬不要 接下來的反彈 他是逃命 不要忘記上個月 我們跟大家去聊到 從AI股這邊去比對 2021年的貨櫃三雄 長榮陽明萬海 怎麼來做解析 好不好 上個月我已經教過大家了 好那針對AI股的部分 有一檔非常有趣 他叫華泰2329 你可以看得到 為什麼他可以起死回生 為什麼他今天漲停板啊 今天漲停板啊 你說這個漲停板 你是要買他還是要賣他 我說要賣 好不好 待會我跟大家來聊 這一檔當然也是主聲段過的股票 因為他漲這個主聲段是AI股 他是封測股 半導體封測族群的股票 切記啊 人家外資有做這件事情 持股比重有翹起來啊 我們分享了超過兩個禮拜 安國是這樣啊 生家電子是這樣啊 好不好 華泰你可以看到這樣 剛剛的偽創音業達 包含你自己去看一下 其他AI股有沒有這樣 好所以他可以起死回生 外資的籌碼 外資有沒有吃貨萬能 來 這個時間點我希望大家 你這個手中還有AI股的投資朋友 你要懂得去分辨 我們的個股免費快篩 來持續的進行好不好 那華泰不是我在這邊吹噓 本來這一邊我們就看好 他還有一波的拉抬 主聲段的最後面的尾聲 因為外資沒有大砍他 跟其他AI股不一樣好不好 好最後大盤的部分 我們就快速跟大家聊 我相信這個時間點 回歸到10月破頂的那一天 我們已經告訴大家 擴大席底區間 後面來講的話 直接畫給大家看 會拉起來對不對 現在你把這個日線圖一樣 擴大席底區間這張圖 拉出來也是一樣 按照我們當時所聊的劇本對不對 接下來你要知道 大盤的關鍵 他這個席底的過程 你不要害怕下跌 下跌是給你的禮物 切記喔 後面大盤如果下跌了 他是給你的禮物 因為他在這個位置 他是要洗最後面衝出去 嘎空最後面衝出去的最後底部 所以這個時間點來講的話 在這個區塊下跌不用害怕 他要做的是什麼 整個在針對大盤季線 要做一個洗平完之後翻揚的動作 過去10年內 我們把幾個像今年這樣手法的把它拉出來 最近一次在2021年 當時也是第四季的行情 季線下彎洗平翻揚 後面一大段的行情 跨到隔年一月 2019年 也就是說當時大盤不好的時候 我們已經聊到 他就像2019年大M頭 那個時候一樣 也是一樣季線下彎洗平完之後 往上翻 最後面的這一段嘎空秀的行情 這是外資在過去10年慣用的手法了 所以我們才會在前面都不斷告訴大家 你千萬不要自我淘汰 因為行情處的位置在這裡 雖然看起來弱 但是你不自我淘汰 自然而然就可以參與到前面這一段 複製的走勢 那這複製的走勢 最後面的關鍵是什麼 大盤的季線要重新翻揚 切記 不要等到看到大盤季線翻揚起來 你才買股票 那個時候翻揚起來 你買股票就等於是用錐的 很多股票都已經創新高 雞犬升天你知道 所以這個時間點 趁大盤的季線還沒翻起來的時候 你要找到主升段的股票 好好的去做完卡位的動作 這個時候抓到新的主升段標股 自然而然就可以創造你未來財富的主升段 此時此刻我等著你 一起來跟我卡位新標股 祝福大家操作順利 我們明天見囉 本公司與所推介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明天見 明天見 明天見